有寶梅 好危險啊,肥腔 是水槍 是的,但都是槍 肥腔最近在香港市面上買了三支水彈槍 據稱連小朋友都合玩 他們分別有手槍型的G17 大家看港產搶劫片最常見的AK47 和現役美軍用的M4 給小朋友玩是否真的安全呢? 我們就找專家來驗一驗槍 我是Simon 我是一個室內Wall Game場的負責人 做了一個Wall Game場的9年 主要是安排室內Wall Game活動 水彈槍最早何時在香港出現呢? 出現大約兩年左右 早期是我們有些行家會採用 後來由跌人亦懂得上淘寶去找 近年我們都在街上已經看到有人賣 其實所謂的水彈槍究竟是甚麼? 水彈其實跟我們傳統的BB彈有少許分別 傳統的BB彈是一個6mm口徑的實心塑料 水彈就是用一些類似啫喱狀的物體 用水去浸泡發大它 之後變成BB彈形狀的東西 但它有少許軟 有些彈性的水的成分 那就是了 浸泡泡泡就安全了 我們未知是否安全 測試一下 測試方法就是用BB彈的測速標量度 一般BB彈槍大概是一招二 達到兩招二就會被視為真槍 測試之前要輸入兩項水彈的數據 分別是重量和直徑 重量每粒大概是0.2g 而水彈的直徑就是7-8mm之間 所以我們會設定為7.5mm 但一枝被測試的是手槍型G17 0.12 剛才試完這枝手槍 大約拿到平均數 它的招耳度大約是0.09-0.1 接著到AK47水彈槍 平均的讀數大約是0.27-0.28 最後是火尾均的M4水彈槍 3枝當中最強是這枝 大約平均是0.37-0.38 招耳高不高? 那不算高,算是低的 那玩呀 我們試試護具的測試吧 測試方法是在兩三個身位距離之下 將水彈射在鐵絲網面罩上面 情況相當嚇人 水彈接觸到鐵絲網會馬上粉碎 而且剩下的衝力還會將彈絲射入面罩裡面 我們再試一個極端例子 就是將槍貼著面罩射擊 彈絲好像仙女散花一樣 鐵絲網眼罩都入光了 是的,碎片、水全部都入光了眼 入光了眼後都真的要去急救 接著我們就用火力最慢的M4 做最傳統的汽水罐測試 射罐底完全沒有問題 不過水彈碎片四散 Simon提醒大家如果槍戰了一段時間 戰場裡面煲碗水彈碎片的話 地下應該會相當濕滑 可能會造成滑倒的潛在危險 接著就到罐邊 0.37-2的破壞力也不容忽視 那狀態是否不同 都像一條強力橡跟彈中一樣 差不多 玩水彈槍是否需要穿防護衣物呢 其實沒有什麼需要特定的裝束 因為它都是低火力 但基本上我們就不要有光彈的皮膚 接觸到它就可以了 我們會建議戴著手套 長袖的有帽子的風褲 加上一個全面的護具 那就OK了 眼方面因為這個是透明膠片 會擋住了 基本上就不會有機會 入到碎片進去 小朋友可以玩嗎 小朋友可以 其實我們覺得 都是十歲八歲開始 應該玩得到的